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人员头顾杨天迪 今天是2月22号礼拜五 那本来我们都在盘下游走 只有最后一盘 我们最后一盘把它拉回到平盘上 蛮厉害的 全天后的台股都在盘下游走 在尾盘拉上去 拉上去 我觉得没什么效果了 主要的原因是这种拉尾盘的效应 并不是很大 那不管如何 基本上就是就指数的一个结构来看 你们发现到 我们已经过了这个颈线 这个是10148 然后短线上面来讲 因为连续两天亮说 所以我的预测是这样 再往上追那个力量开始在减弱 所以会先压回 下礼拜是先压回再往上涨 叫先蹲后跳 厉害一点的话就是我停个两到三天 就是所谓停顿 停顿的部分就是它不是真正拉回 所谓真正的拉回是什么 比如说它可能回测这个时日线 回测什么位置 停顿就在高档这边上下这边震 那叫停顿 至少会停顿两到三天 如果不小心还会稍微拉回 但是时日线应该会有手 所以我对下个礼拜的预测是 大盘会先做拉回或停顿 然后再往上攻 只要时日线没有跌破 我们的攻击姿态都没有改变 时日线跌破 然后我们才可能进入真正的整理 好 这大概的状况是这样 好 不过我们轮动很快 昨天光学很强 那先进光一下就拉涨平板 今天先进光连平板都没有 昨天的先进光是 没有两三下就拉到涨平板 今天完全没有平板 显见的 这个你看的K线是 昨天的K棒真的很漂亮 我怎么看都非常漂亮 但没有用 今天连平板都没有 就是连高点都没有 昨天你追到涨平板的 你还在排队的 可能有些还没买到 今天平板下 那先进光的拉回就说明一件事情 其实最近的走势都是这样 不管你是买风电 买挖矿买什么 很多股票常常就变成一日行情 这是最麻烦的地方 我希望大盘轮动 但我不希望是一日行情 你可以轮个两三天 一个小波段再换下一档 再换下一个族群再动 这样的一个结构才是对的 所以短线上面来讲的话 变成我们轮动很快 像今天轮动谁 轮动到Fresh的部分 望红拉涨里满 当然位阶很重要 因为望红位阶是低的 所以低位阶的股票容易往上涨 当然它也高配息 因为去年很赚钱 然后虽然今年的 NoFresh的报价是往下跌 但是基本上它也具备高配息 高值利率的题材 这个是望红往上走 你这种高值利率题材 其实已经展开来了 只是市场还没有往这边 没有往这边去想 但事实上它已经展开来了 我举个例子 被动元件今天很弱 我先跟各位报告 华欣科虽然在今天盘中创新高 来到204块 前一波的高点是201 今天来到204是创新高 但它杀尾盘 尾盘下跌了5毛钱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其实虽然被动元件的一线没有很强 但二线里面的质保在往上走 铝资电容 它不是很没有息息 但为什么往上走 因为质保去年第二季有个业外 那个业外让它单季赚了18块多 所以一定在今年是属于高配息 就高值利率的概念 所以质保在走 质保这一波就特别强 质保这一波就可以 其实真正最强的应该是质保 就是高股息的概念 高值利率的概念 所以在今天创新高 所以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 其实质利率的概念 已经在盘面当中滚动 只是市场还没有往这个方向走 你可能前几天会被谁迷惑 你可能被生计迷惑了 你可能又会被散热迷惑了 你被光通讯迷惑 你被这个迷惑被那个迷惑 但是你都没有想到真正在走高 一路往上走高的 就是高股息的概念 高值利率的概念 好 所以质保拉上来之后 你觉得我觉得下礼拜 被动元件稍微休息个两天之后 应该有机会上来 好不好 所以我被动元件一张都没有卖 好 我一张都没有卖 那我还是看好 我还是看好 好 我今天有一支股票串起来 这个叫做中华好男额 虽然还没有公开 基本上也算公开了 那在今天串起来 最高冲到了 涨了快8个百分点 7个百分点 冲到278.5 我买在255的 不过它有留很长的上影线 我要用它来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好 我的中华好男额 以前本来以为它是女的 结果现在是确定是男子汉 但是它冲上来之后 上影线下来 这个地方 还不算是男人中的男人 但重要的关键点是它冲上来 我当时在买华瀚的时候 我在买华瀚的时候在这个位置 这些位置255这边 255以下都有在买 当时我记得有会员在问 老师那个华瀚外资都站在卖方 对吧 我强调一点 法人的买卖它会影响短期 但股价的涨跌是由什么 基本面来主导 所以当时我跟各位谈过 这个也是五福利门的其中一档 第一档 614的华瀚 华瀚冲上去之后 它是物联网跟什么 跟这个自动化的龙头 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 它今天留了很长上影线 然后存交量很大 我要用它来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 分享什么观念呢 最近的大盘 因为我们从9319涨到10319以上 今天来到10322 我们已经涨了1000点 指数涨了1000点之后 现在大多数的投资朋友 会开始谨慎 非常谨慎 指数已经涨了1000点 所以心态上面就非常谨慎 会担心 如果它指数涨1000点 那你再去追会会担心 所以投机率会减退 这是正常的 但是大盘会不会崩盘 会不会反转 不会 你有没有听过投资人 就是大多数的散户 都很谨慎的时候大盘崩盘 不会 什么时候大盘会崩盘 当你非常乐观的时候就会崩盘 好 那主力才容易什么 跑掉股要嘛 所以你什么时候很乐观 去年的6月份 有没有 国际来到1300的时候 你非常乐观 你会觉得国际要涨到1600 结果反转 反转下来 现在被动元件很少人理你嘛 除了我跟你谈农令年前 我们布局被动元件 然后一直报到现在之外 很少人理你嘛 中间涨了一根涨了一半 好多人就进来了 被动元件它又进来了 有没有 这个2020这个这天涨停板 这天涨停板 哇 好多人进来买被动元件 然后就撒回来 短线又撤掉又换别的股票 没有 我160买的 160买的 今天最高来到204 虽然没有站稳在200块 但我是赚钱 你只有在低档去布局股票 你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 同样的同样的 我问各位 今天你看到华瀚在往上冲 你才进来 你是套牢的 我买在255以下 我是赚钱的嘛 所以谁决定要不要站在卖方 只能我来决定啊 你最高的你是套牢嘛 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 就是等于说现在的投资的一个状况 来看的话 基本上我应该这么说 因为指数涨了1000点 因为大多数的投资票开始 什么比较保守 很多的中时户开始做短线 所以就变成当冲的卖压很重 所以你必须要检视你手上的持股 有一些什么 财报不如理想的 好那 譬如说 譬如说3227的原项 我本来认为说公司派没 都会看好自家的股票 在昨天法说之后 竟然变成法会 那法会就只好站在卖方 这没办法 就是原先 以前的原项的公司派 每次法说都讲得非常好 没想到他这次的法说 竟然是讲得非常 他看保守 那你看保守我就撤退嘛 我小赔撤退 我庭损撤退 有一些像是 明明很好的公司 就他出现了大量像华瀚 那华瀚的部分在今天出现 类似天亮的一个结构 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特别小心 有些股票就不能再追了 好 那华瀚将来还会不会涨 还会往上涨 还会往上涨 不过因为今天出现了一个天亮 所以他可能需要稍微休息一下 量缩让筹码沉淀之后 还往上走 我并没有看坏他 但是你今天追上去就不太对了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我常在讲 有时候做股票的观念 你要把它搞清楚 因为毕竟已经涨了1000点 这个从9319涨到10319 已经涨了1000点 好 不过新的族群在今天串起来 谁是新的族群 我刚才跟你谈到了 旺宏今天串起来 旺宏串起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 叫NAME FLASH 叫储存型的快闪记忆体 目前的下游通路商库存都很低 很可能5月份报价会上涨 好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旺宏上来 但是旺宏的部分 华邦店也上来 只是旺宏为主角 华邦店就是被带上来 可是旺宏的主要 它的产品 它的比重比较大的 不是NAME FLASH 它比重比较大叫NO FLASH 叫编码式快闪记忆体 不管啦 反正就是它也有NAME FLASH 所以今天旺宏就拉起来 那怎么选择呢 那当然旺宏拉起来 代表这个产业有可能复苏 我看的是产业复苏这个概念 既然如此 那当然我们今天买进的就是这支 82299的群联 真正的NAME FLASH的龙头老大 叫做群联 不过比较强的叫做旺宏 只是这样而已 但旺宏也有NAME FLASH 它比重没有那么高而已 所以将来的部分 我看NAME FLASH NAME FLASH就储存型的快闪记忆体 它可能会 可能跟这个 它的甜蜜点要到了 这个传统的固态硬碟 传统的硬碟 哈滴的部分 现在的报价已经开始接近了 就大概两倍左右 譬如说 我举个例子 以前的NAME FLASH的一个价格 是哈滴的两倍以上 譬如说哈滴假设是100块 NAME FLASH的报价是 NAME FLASH的价格是300 现在NAME FLASH的价格是往下掉 所以掉下来之后 现在已经掉到了大概200左右 所以它的一个甜蜜点要到了 因为哈滴有个问题 就是容量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它没有办法再上去 这最大的问题 然后哈滴比较容易坏 所以将来在NAME FLASH的部分 开始在采用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因为价格掉下来 所以未来有很多会去做采用的动作 像中国大陆的什么 监视器有没有 储存 它的储存要改由什么 改由这个NAME FLASH来储存 所以对NAME FLASH的需求会上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产业倒是值得关注 所以我今天才买进什么 8299的去年 将来我还会再布局一些 比较低价的股票 但高价的股票我比较喜欢给高端会员 中低价的股票 我再去找一些好的标的 给一般会员来做 所以不管如何现阶段来看的话 其实我刚才谈到要检视手中持股 有一些财报不好的 法说变法会的 可能我们短线就站在那卖方 下个礼拜会先蹲后跳 所以先拉回 拉回之后我们再找一些 产业前景开始复苏的 被动营业就跟各位谈过 第二季可能也开始要复苏了 所以被动营业还是可以标的 然后像是NAME FLASH的这个产业 FLASH的这个产业 我们讲FLASH FLASH快散机器的这个产业 也可以再去挑一些好标的 我会带你来做 当然更重要有一些个股的 具有的一些竞争力很强的 虽然筹码稍微乱了一下 我们需要做沉淀 但至少你会知道一点 你看我买255 你为什么今天275才要追 原因就在于你是用追的方式 而我用布局的方式 有没有布局的方式 布局要什么 要眼光看未来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强大的 坚强的研究团队 我觉得研究团队非常重要 你在这个市场要跟法人来打仗 最重要是什么 你的专业度要够 你的专业度要靠什么 要靠一个团队而不是个人 团队很重要 就好像我前几天去同业 去拜访同业 看到同业的公司 全公司乱轰轰的 我就问说发生什么事情 同业告诉我说 他们的老板被人家绑架 被歹徒绑架了 歹徒要求什么 1000万的赎金 好不然就准备要把他老板烧死 现在他们全公司都在急着大家在募捐 问我要不要也跟着捐一点 我说好啊 你们都捐多少 他说有的捐5公升 有的捐2公升 他问我看我的心意要捐几公升 我想了一下之后 我决定捐出我口袋中的打火机 所以开玩笑 所以相对来讲团队的重要性是非常够的 我想目前来看的话 化汉的部分 基本上是筹码面出问题 但基本面没问题 所以让他去做筹码的沉淀 但是以后记得不要追太高 做股票就是这样 你要利于不败之地 就在第一档把股票挑出来 然后好好报一个大波段 下礼拜会先拉回再往上走 所以先蹲的时候 我们开始挑一些低位阶的好标的 我会带各位一起来做 谢谢观看 每年同时间再见 拜拜